大家好,我們是水尚需報,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日劇《First Love初戀》自從在Netflix上架之後,不只快速公佔了排行榜 更被許多人認為是能帶領日劇收復師徒的指標作品 我們之前製作了兩支影片,分別解析了《五大浪漫暴擊瞬間》以及《七個謎團》 雙雙獲得了很大的迴響 而在那兩支影片的下方,我們看到了好多厲害的觀眾們分享他們發現的一些細節 再搭配我們自己的觀察,都讓我們更加覺得這部真的可以稱得上是神劇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整理了《初戀九大細節》 相信會讓你更加佩服編導的細心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First Love初戀》 第一個要介紹的細節,是劇中女主角的職業 影集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也因在一間計程車行任職擔任司機 後來得知她還曾經在機場擔任清潔員 以及在航空公司的空中參處認職過 而這幾個職業其實都呼應了她真正的夢想 那就是當空服員探索世界 首先,計程車司機雖然看似和空服員在職務上有很大的差異 但他們的本質都是帶客人去到想去的地方 並且都讓也因能夠有機會接觸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客人 甚至有機會發揮語言長彩 有趣的是,後來也因在擔任情到的專屬司機時 在車上曾經拿出準備好的飲料、點心或是充電線給她 和空服員在飛機上會提供給乘客的細心服務如出一撤 至於清潔員與空中參處 我們覺得也因應該是難以萬華於飛行,才會選擇在機場附近工作 光是從她在第七集裡先是羨慕地看著空姐們 後來更熟門熟路地在機場廁所換裝 只為了滿足早已遠離自己的空姐夢,就不難看出她十分依戀機場 再次是《情道》 《情道》 前年的《情道》任職於一間保全公司 在第五集裡我們得知,秦道曾經因為野英的一句 太帥了而加入四位隊,並且一心要成為最帥氣的戰鬥機飛行員 但同樣在第五集裡我們卻看到 秦道在妹妹的婚禮上說出了一件感人的往事 就是自己無法在童年時拯救溺水的妹妹而感到愧疚 所以早在野英之前,秦道潛意識裡就有了要守護置心的念頭 不過原本是戰鬥機飛行員的秦道卻在從軍時意外受了傷 讓他無法飛戰鬥機,改開較為穩定的運輸機 並曾在311事件時,努力地協助救災與守護人民 後來秦道退役,雖然將飛行的夢想暫時擱置 但他卻沒有忘記初衷,選擇成為了保全 就是讓他能夠繼續做到保護的職責 不過和野英一樣,秦道還是無法對飛行忘懷 加上他想要幫野英完成心願,最後才會選擇跑到冰島工作 也終於在成為駕駛之後 再者同樣完成心願成為空服員的野英,在空中翱翔 2001年3月11日,北美高等學校優秀的成績 composite voice 近年來影劇圈掀起了一股懷舊熱 好多作品藉由劇情回顧了近代歷史上的許多重要事件 而這部影集也不例外,只是它的安排更加細心浪漫 我們剛剛提到身為自衛隊運輸機飛行員的情道 曾經在日本311大地震之後努力協助救災 但到底當天他為什麼要一個人前往北海道呢? 原來在第八集的開頭我們看到 10年前2001年的3月11日 小情道和小野英曾經在雪地裡埋下了一顆時光膠囊 並且相約10天後一起挖出來 雖然後來野英失憶導致兩人分開 但痴情的情道並沒有忘記 打算在約定之日回到約定之地,希望能見到愛人 這簡直就跟楊過16年之後,回到絕情谷一樣浪漫啊! 在第一支解析影片裡我們曾經解析過 編導《寒珠百合》是如何將雨多田光的兩首名曲《First Love》以及《初戀》 巧妙地融入在影集的劇情裡 但它還另外藏了兩個用心的伏筆 那就是,兩張專輯的發行日期 其實都對應了劇中角色的生日 在影集裡,不管是野英的生日、兩人告白的日期 野英國中模擬考的日期、護照的有效日期 甚至是併幕的手機號碼都是12月9日 而雨多田光正是在1998年的12月9日推出第一張專輯的 另外,野英兒子小墜的生日是2004年的6月27日 雨多田光則是在2018年的6月27日推出了初戀 而這兩張專輯正好也呼應了 無字兩人各自在影集裡即將經歷的初戀,是不是很厲害呢? 相信所有人都會認同 整部影集最震撼人心的絕對就是第八集裡 野英再次愛上情道,情道卻選擇離開 之後野英聽著兒子從情道那裡拿回來的《First Love》時 被過往回憶暴擊痛哭的瞬間了 這一段我們在第一支影片中曾經深度解析編導買下的無感的伏筆 但其實這裡還藏了一個感人的細節 在第三集裡,兩人正談著遠距離戀愛 過著多彩多姿大學生活的野英 與在軍中苦苦想著女友的情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某天一位同學將一疊CD還給野英 並且告訴他其中一張,也就是雨多田光的《First Love》裡面並沒有CD 預告了野英就快要失去的初戀 後來我們發現,原來這張CD一直都在情道的隨身廳裡 而最後也跟著小坠回到野英身邊,象徵著他即將回歸的戀情 而提到光碟,其實影集裡還有一個前後呼應的有趣細節 那就是情道在第一集裡曾經跟凡二一起跑到野英打工的錄影袋店 租借色情錄影袋 而成年的情道則是在清理家裡時 逗趣地問了野英的兒子小坠有沒有興趣拿走自己的色情光碟 也算是一種另類的傳承啦 眼尖的你應該有發現 女巨照野英在劇中除了工作時的制服之外 大部分的服裝色系都是以藍色為主 不管是居家的休閒服,還是少女時期的裝扮 就連兒子送的毛衣都是藍色的 就有觀眾留言指出,這是在呼應她看似完美的人設之下 帶著淡淡的憂鬱以及沒自信 雖然媽媽盡了一切的力量給自己最好的生活 但從小沒有爸爸在身邊,多少還是影響了野英的個性 後來更經歷了失憶、失婚以及兒子被帶走 都讓原本樂天的她,時不時還是會感到沮喪 反觀情道,從小就熱情如火的她 在一個像心力極強的家庭裡長大 不管是個性還是思維都很單純樂觀 所以早期的裝扮有蠻多都是紅色,甚至頭髮還曾染成金色 而這樣的氛圍也吸引了缺少父愛的野英 而當兩人分開並且各自擁有新戀情時 服裝則不約而同地變成了白色,象徵著新的開始 不過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最後當野英踏上旅程追逐著情道的腳步來到冰島時 穿著的是一身大紅色外套 裙擺處則夾雜了藍色條紋 應該也是在呼應她的內心轉變 說到冰島,就不能不提到這個編島從第一集就買下 一直到最後一集才揭露的伏筆了 前面我們提到,野英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要成為空服員 也因此小野英初次登場時,我們就看到 她在上學的路上不斷練習著空服員的廣播 此時她說到,本次航班是諾恩航空 飛往雷亞克維克的627號航班 而到了最後一集,情道和野英正式來到了冰島的巴基機場 一個成為了駕駛,一個成為了空服員 在完成自己的夢想,同時成就了彼此 而且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情道在駕駛艙裡的御守 正是野英擔任司機時車上的那一個 象徵著兩人的相愛相守,是不是超浪漫呢? 我沒有想要照片 是日本最美麗的 是 如果剛剛那個買了9集的伏筆感動了你的話 那接下來的這個應該也會讓你洗雞皮疙瘩? 在第一集裡我們看到 也因為了要幫兒子挑選生日禮物來到百貨公司 期間他停在賣鋼筆的櫃位上,用筆寫下了兒子的名字 剛開始我們沒有覺得這有什麼 卻在第六集也因和爸爸見面時才發現這個伏筆的厲害之處 原來也因的父親在外面另有家庭 因此幾乎沒有在也因身邊,但卻感覺出也因對父親的景仰 而當父親送給也因一支鋼筆時 要他選一句你餘生都會用的話來試筆 並且親自在杯墊上寫下了也因的名字,象徵女兒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當時熱戀中的也因,當然立刻在自己的名字旁邊寫下了愛人、情道的名字 而這個杯墊也成為了後來時光膠囊中十分重要的物品 但真正讓我們感動的,是當了母親之後的也因在視筆時 和當年的父親一樣寫下了孩子的名字 除了呼應父母對孩子的愛與影響之外 也是在表達除了愛情,親情也是一個能夠永遠留存的感情 而說到親情,影集裡還另外藏了一個厲害的伏筆 那就是在第九集裡 也因曾經和Drey的初戀小獅一起去唱KTV 第一首小獅所演唱的歌曲,是《藤龜子的聽我說說我的人聲》 而這位藤龜子不是別人 正是貫穿全聚的那首FIRST LOVE的演唱者 雨多甜光的媽媽,是是沒有想到呢?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細節藏在影集的最後 那就是在第九集工作人員名單跑完之後出現的那個片尾彩蛋 在那之前,我們從情道和野因在冰島各處旅遊放閃的片段中 完全感受到他們兩人終於找回彼此的那種幸福 而在最後的這個彩蛋裡,情道原本說要去檢查飛機 但發現四下無人,就像野因謊稱自己忘了一件事 然後拉著野因到旁邊深情地擁吻了他 這段除了甜到極點之外 情道口中的《忘了》也再次呼應了 當年讓他們一度分開的失意的梗,是不是很浪漫呢?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之後 你是不是更加喜歡這部影集,也更佩服編導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最愛的是哪個細節 或是和我們分享漏掉了的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First Love初戀》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